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鱼香茄子的家常做法 做出的茄子色泽红亮 酸甜微辣 下酒又下饭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洗净的茄子 先给它去蒂 然后再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茄子皮营养也是很丰富的 但是茄子皮老了 会影响口感,咬不动 然后把它切成厚片 也不要太厚了 像视频中这样 和筷子粗差不多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粗条 切好后把它收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这个目的是为了给茄子入下底味 杀出茄子多余的水分 去除茄子的生臭味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茄子成熟的快 可以减少吸油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拌匀后先腌制五分钟 下面我们来准备一些小料 先准备一把大蒜 大蒜要稍微多一点 切一把大蒜拍碎 然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一块生姜 给它拍碎 然后剁成姜末 剁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 香味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半勺的鸡精 半勺的味精 一大勺白糖 再加入一勺盛醋 盛醋我们要多放一点 然后再加入生抽酱油提鲜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勺淀粉 然后给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茄子 已经腌出了水分 然后用清水再给它清洗一下 洗去多余的盐分 再用手给它挤干水分 挤好后放在漏筐里备用 接下来锅烧着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转动一下锅 把锅润一遍 这样炒出来的菜味道会更香 油热后下入茄条煸炒 保持中火 大概煸炒一分钟左右 炒至茄条表面稍微的焦黄 像这样 然后盛出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放入一勺豆瓣酱 小火煸炒 炒出红油 接着下入姜蒜末 煸炒出香味 炒至姜蒜味浓郁 再下入茄条 翻炒均匀 翻炒大概10秒钟左右 把茄条炒至上色 然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下锅后先不要翻动 静止5分钟 让淀粉糊化 再用彩子轻轻的给它推匀 一直炒至枝干油量 最后再放入小葱花 翻炒均匀即可关火 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汤味浓郁的鱼香茄子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 酸甜微辣 下酒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